社會福利署宣布 因應新冠病毒疫情最新的發展 非政府機構提供的資助幼兒中心 和得署幼兒中心服務 在農曆新年假期後逐步恢復 為三歲以下的幼兒 提供日間照顧服務的資助幼兒中心 資助獨立幼兒中心 和付設於幼稚園的資助幼兒中心 在農曆新年假期後 可以按實際情況 包括中心服務運作模式 和家長的服務需要等等 但性安排幼兒回到中心接受服務 至於特殊幼兒中心 就可以在農曆新年假期之後 按照實際情況、服務使用者情況 和她家長的意願 逐步恢復中心為本課堂訓練 而為了減低感染風險 科堂訓練會以半日形式進行 社處發言人表示 各中心需要按照衛生服務中心發出的指引 實施所有防疫措施 職員必須要佩戴口罩 保持適當的社交距離 勤洗手和適時量度體溫等等 以確保幼兒在空氣流通 和安全的環境下得到照顧 衝判 傻子 正確保漸 水